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小魔律 1945年7月16日早上5点30分 人类第一枚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做的三位一体核实验场爆炸了 人类从此进入了核子时代 这个里程碑式的跨越似乎是引起了别的智慧生物的注意 从那以后,不明飞行物光顾地球的频率就明显的上升了 不知道是它们来了,人类的核武器越做越多了 还是人类的核武器越做越多了,它们就来得勤快了 两年以后,1947年,罗斯威尔飞碟坠毁事件发生 这个事情大概经过时,1947年7月4日 美国新墨西哥州,就是第一次核报那地 那个州的罗斯威尔市下起了罕见的大雷雨 郊区农场主麦克布莱索就听到了一声爆炸的巨响 第二天出门的时候,他就看到许多特殊的金属散过在农场里 那又过了一天,他把碎片交给了当地的治安官 治安官又把收到材料交给了当地的军方 一天以后,两位军官到了麦克布莱索农场 装了一大堆,留在地上碎片就回去了 又过了一天,当地一位居民在麦克农场西边5公里的地方 发现了一架直近9米金属的碟壮屋的残骸 这个碟壮屋已经裂开了,好几具尸体散落在碟壮屋的里面和周围 这些尸体的身高目测是1米到1米3,非常小 大头大眼睛小嘴巴没有头发四根手指 穿着景色的灰色制服 这和我们现在理解的小灰人一模一样 这位居民发现之后,美国军方马上进驻 封锁了飞碟残骸现场和麦克的农场 军方的公关人员向媒体发布新闻稿 而宣布了发现不明飞行物聚毁在麦克的农场 消息一新公布,马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但是6个小时以后,军方又改口说 哎,之前犯了个错误,坠毁的那就是个气象气球 那些外星人都是假人了 若干年后,根据参与那次搜救事件的参与者爆料 第一次新闻稿是基本属实 当年的公众人员还透露出了更加详细的信息 当天在坠毁现场还有一个活着的外星人 他被带到了美国空军位于51区的基地里面 之后还参与了很多政府项目 这个我们在之后的视频里面会提到 至于媒体澄清报道的,坠毁的是一个气象气球 当时媒体就有人出来作证了 那是美国最高决策激光华盛顿那边的官员 直接下令给了当地媒体 要求他们推翻之前的说法,结束掉这个事情 又过了四年,拉伯克光点事件 1951年8月25日晚上9点10分 三位德克萨斯技术学院的教授 在位于德克萨斯拉伯克小镇的后院里面聊天的时候 突然发现空中出现了一个 由20到30个光点组成的半圆形物体 从东北面朝西南面飞 这个飞行物的光点是蓝绿色的 飞行的时候没有声音,速度非常快 几秒钟就消失在视野里了 那三位教授开始讨论这个发光体的时候 第二个类似的发光体又沿着相同的轨迹飞过 第二天这起事件就引起了当地报纸的报道 当天晚上其实是有数十名目击者 目击到了这个奇怪的发光体 这个事情引起轰动之后 小镇上19岁的学生哈特就非常期待 亲眼能够看到那些神秘光点 他每天举着相机就蹲在后院里面 终于在五天以后的晚上拍下了那些神秘光点的照片 从1951年8月到11月4个月的时间里 这些非发光的物体在拉伯克小镇上方 一共出现了十几次 每一次出现的都是连着两三次 就一个东西飞过去 过了十几分钟 会有第二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又这么飞一次 还有住在山上的目击者表示 他们看到的是一架庞大的 没有机身只有机翼的飞机 机翼后侧有成队的蓝色尾灯 和以往目击事件不同 这次事件里面出现的飞行器体积非常大 比一架商业飞机还大了很多 里面少说可以放下好几个生活空间 在住上十几个人 我们按常理说 一个文明要接触另外一个陌生的文明 那有了先期大概了解之后 那总得找一个文明的首脑 去谈谈吧 你看18世纪欧洲人跑遍全世界的时候 那大概了解当地啥情况之后 那不得找各地的酋长 国王将军 去那些管事的去沟通 建立友好关系对吧 那到了地外智慧生物这 这逻辑也没变 这不过了一年 不离飞行物呢 就直接跑华盛顿去了 1952年7月19日 星期六 晚上11点40分 华盛顿国家机场的空管人员 首先在雷达上发现了七个高速运动的物体 他马上去检查了先 发现的地方根本就没有飞机 而且雷塔显示那些物体飞行的轨迹呢 也不是普通飞机会走的路线 那这位空管人第一反应呢 就是雷达坏了 但是呢 在和指挥塔台同事联系后啊 塔台同事也说 他们在雷达上也看到了那几个东西 雷达显示啊 其中一个东西呢 是在城市的上方旋转了几圈 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啊 突然上升的高度 然后雷达上就看不到了 几分钟以后啊 机场雷达呢 又出现了这些东西 这一回啊 那些东西啊 是飞到了白光和美国国会大厦上边去了 这下机场空管人员 马上就打电话给附近的 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空军基地的雷达呢 通常会比民用的雷达呢 更加灵敏 但是啊 军方里面回应说 他们的雷达上 没有看到那些异样的物体 这边刚刚否认完啊 空军基地的飞行员就报告了 目击了一个橙红色的物体出现在天空 那不像以前见过的任何东西 然而正当这位飞行员 想要提醒同伴的时候啊 那个奇怪的物体啊 就改变了方向和高度 之后呢 就在他眼皮子底下 蹭的一下离开了 与此同时啊 国家机场 一位在跑道上等待起飞的飞行员 在驾驶枪内 看到了六个白色的 没有尾巴的 迅速移动的光点 我们可以梳理一下 当天晚上 首先出现了 陈边队的七个互名飞行物 之后呢 其中一个执行了机场盘旋任务 然后呢 这七个一起去了白宫方向 再然后啊 这七个风铃飞行物呢 分两波执行任务 红色的一个呢 去了空军基地那边 给空军看一看 展示一下技能 剩下六个 又回到了国家机场 凌晨三点 这些东西啊 还在华盛顿城市上空徘徊 美国空军两架F94 喷尽式飞机啊 就从隔壁的 特拉华州的 新城堡空军基地 飞到了华盛顿上面去检查 但是啊 侦察机以来 那些飞行物啊 都从雷达上消失了 侦察机返回以后呢 那些飞行物啊 就又都回来了 竟然一直闹腾到了 早上的五点三十分啊 才彻底离开 第一个周末的不明飞行物时间呢 就这么平稳的过去了 官方那边呢 也没有任何反应 哎 结果啊 一周以后的周末 7月26日晚上8点15分 老地方 这一溜的不明飞行物啊 又回来了 这一回啊 首先默击到不明飞行物呢 是美国国家航空 一趟飞入华盛顿航班上的机组人员 他们在飞行上看到了一些光点 几分钟以后啊 机场和空军机的雷达上 也都追踪到了很多不明飞行物 监控雷达的基层官员表示啊 这些光点啊 这不是流星 因为它是金属的 移动速度非常快 达到了11000公里每小时 远远超过了流星的速度 是普通民航飞机的十倍 而且啊 这些物体呢 还会突然掉头 横跨整一个雷达屏幕 还会变化高度 就这么剧烈的飞 一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晚上11点30分 两枪F94战机啊 又一次从特华达州的 新城堡空军基地 飞来查看情况 这一回 其中一架飞机上的飞行员 威廉帕特森中文 肉眼看到了 四个白色的发光物体 那些白色发光物体 距离地面最近的时候 只有300米 这位帕特森中文 把飞机开到最高速度 想要和这些物体取得联系 但是啊 当飞机朝光点的 那飞去的时候 那些光点就以极快的速度 飞走了 那连续两个周末 都发生了大规模的 不明飞行物击事件 实际总统杜鲁门的助手啊 就联系了空军询问情况 空军负责人呢 在没有调查过任何目击者之前 就对总统的助手说 哎那就是天气现象了 不用恐慌 杜鲁门总统 当时也在旁边旁听 但是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又过了两年 1953年5月19日 早上5点05分 美国军方在内怀达州 进行了一次核实验 那核爆发生后的几秒钟啊 现场里面就看到了一艘飞碟 快速的从核爆现场 朝拉斯维加斯那边飞 两天之后啊 政府呢突然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 要求调查一起啊 在核实验场南边 280公里处 一次飞行器坠毁事件 当时呢 政府组织了40个工程师 搭乘巴士 连夜从凤凰城啊 赶到了事发地 那一到地方 工程师就发现 这些地方呢 已经被军队给把守了 当工程师看到这个 坠毁的飞行器的时候 都惊呆了 吊在地上呢 是一个直径12米的碟状飞行器 就是俗称的飞碟 虽然淫掉在地上 但是啊 这个飞碟呢 并没有破损 而且飞碟表面上 没有一点点的划痕 军方呢 很快呢 就把这个飞碟 运到了秘密基地 51区附近 一个干涸的河川 Groom Lake那里 这上面提起的四起事件 看上去都是孤立的 但是若干年后 以为第四起事件的 当事人爆料啊 就把这一连串的事情 给串起来了 美国空军高级军跟Bill 是一位飞行员 上世纪60年代 他在51区工作 工作的内容呢 是测试1953年 坠毁的那艘飞碟 因为那艘飞碟呢 是没有破损的 所以啊 直接就可以拿来飞的 但是面对很多 没有见过的科技 Bill也不会操作 这个时候 51区的官员 就让一位叫 J.Rod的帮助他 这一见到J.Rod Bill可是吓到了 这可不是一位人类啊 而是一位身材还小 大头大眼睛 小嘴巴的 小灰人啊 所以和J.Rod一起工作啊 Bill了解到 J.Rod呢 是那位在 罗斯威尔飞碟坠毁事件 当中幸存下来的外星人 之后啊 他一直是在51区 帮助政府做一些 交通工具和武器的 研发工作 主要是你想回溯 那些政府获取的 外星科技 J.Rod会说英文 但是他说话的方式 很奇怪 就是你和他说话 他会用你的声音来回答你 那如果你是一位 声音低沉的男性 他回答你的声音啊 也是声音低沉的男性 所以啊 你是没有办法判断 他的性别的 J.Rod会回答 工程和科学上的问题 除此以外呢 他不会和他的地球同事 聊些家长里短 美国政府呢 还为J.Rod配备力 为专职医生 来保证他的健康 那位医生的名字叫 Dan Bush 已经跟着J.Rod 工作了很多年 那随着在51区深入工作 没有了解到更多的 和外星智慧生命有关的事 其实美国政府啊 早在50年代初 就是不明飞行物 频频造访华盛顿内正在 就已经和外星人 有了面对面的接触 也达成了很多合作协议 在51区 也不止J.Rod 一个外星人在为政府工作 还有很多被派来地球的外星人 他们呢 都住在地下的一个小房间里面 再把这一连串的证据联系起来 我们就可以脑补出这么一个逻辑线 上次第40年代之前 外星人光顾地球呢 主要是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角色 就来看一眼 并没有想要打扰人类生活 那到了40年代 他们看到地球上的人啊 能够使用核能 觉得人类有资格入他们法院 就派了更多的飞船来光顾地球 结果不巧 1947年 一个飞船坠毁在了地球上 幸存下来的小库人呢 就被人类带走了 这个就间接加缩 他们和地球人接触的进程 1951年 他们开始派遣大型的飞行器到地球 1952年 他们正式拜访了华盛顿 和政府打成友好协议 之后啊 他们又派遣了更多的 技术委员进驻51区 帮助提升人类的科技进程 这是不是一下子就闭环了 一切都显得合情合理了 其实小莫里里为 如果他们真的有能力来到地球 看到人类文明的存在 那么作为科技源源领先的智慧生物 他们对于人类的态度 应该是观察加帮助 绝对不会是侵占地球和消灭人类 这个就好像人类如今对待最后的原始人 位于安达曼群岛上的森迪纳尔人 那不仅不会去占领他们生活的小岛 还得立法去保护他们 巴不得天天送椰子送食物送独木舟 就怕一不小心把人给弄灭绝了 关于森迪纳人的故事 欢迎小伙伴们在小莫里的另外一期视频 《人类的境地》里面去看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小伙伴们观看 拜拜 咱们观看